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又跟你介绍另外一个槟城比较少见的榴莲 这类榴莲呢它的名字叫巴图 巴图呢在英文就是rock 华语就是石头 这类榴莲呢它的颗很厚的 它的形状呢就好像一个比较圆 然后它的底呢是有一点尖 它的刺呢是中右刺 然后比较整齐的它的刺呢 所以看它的花槽 然后它的尾巴 你看有一点渐渐的 它不是凹进去的 然后它的上面 关那边是这样的 它没有关 不过它是这样起来的 它没有那个关型的在这边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榴莲呢也是很好的榴莲来的 据我手势 我就把它拿下去开 然后看怎样 我已经把这个榴莲打开了 它的颜色呢是黄色的 不浅也不深 然后呢你看到它这边呢 下面呢也是有一点尘黑了 然后这边就比较白 有看到吗 可能昨天或者在那边下雨 可能它下来了 然后上面比较营养不足 你注意看 这个比较白 然后下面比较黑 然后也是有发觉到 那这里榴莲也该布满它的果肉 你注意看 然后这边开出来的呢 只有一半 一枚 一枚 也是一样 你注意看 它的下面也盖布满 看到吗 你手脸也是注意看 这边是黑了 这边就白了 好我就试试看 这个的味道是怎样 我从白的试取 好 这个是最后一包的 橙黑色的 然后这个肉很大包 好了 我吃完一边了 然后我是从 浅的颜色开始吃起 你在吃浅的颜色的时候 你一咬下去 那个就好像油包在你的口中 它的那个味道是很浓 可是呢 它没有很苦 它好像那个 creamy的味道 然后它带有 甘甜的味道 然后你一次 吃到最后一粒的时候 带黑的 你一咬下去 那里有点是 甜中带苦 然后它的苦味很浓 然后它是一个很重味道的榴莲 它有一点像那个 上等的那个D24 它的味道是很 很浓的那一个 然后很好吃这个榴莲 它又黏 然后它的肉虽然是很厚 可是它不会软 它不会 像那个太软成的榴莲 它是属于偏 比较干一点 可是它又不是干到很干的 它就是在 中间那边很好吃的一个榴莲 然后它是 你从浅色越吃越好吃 它很浓 然后很creamy 然后甜中带苦 它偏向苦了 如果你是黑 你看啊 如果你是榴莲啊 你注意看啊 就算啊 这一粒啊 同一一半啊 就是同一枚 这边白 这边黑 深色 然后呢 其实你咬这边的时候呢 它的味道跟这边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要吃哦 你先从这边咬去 不然你吃这边哦 你吃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 没有味道了 榴莲呢 有时很奇怪的 一粒 一半 一枚都好啊 它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的 好了 等下我去拿一杯水 OK 我来瘦口 然后我再吃这一半 OK 我瘦了口 我试一试 看我讲得对嘛 OK 看啊 这里啊 这美啊 你看这边是白 这边是黑的 好 我咬了这个白的 我再咬这个黑的 你注意看 它的味道不同的 就像我刚才从浅吃到黑 我咬这一口的时候 这边没有苦的 它只是甜 跟那个很grimmy的味道 然后我咬这边的时候 它的味道就多了 就加了一个苦进去 然后这里的榴莲 刚才我讲了 它是很浓的味道的 非常好吃 又黏口 然后又大包的 你注意看 这个Draft2的榴莲 是很厚的 OK 所以它也是比较难开的榴莲之一 所以叫巴谷 OK 我就分享到这边 OK 拜拜 拜拜 那边的鞍之谷 近到我岑西 走出去 和豹 回 我的回 让我教你一生寶貝 讓我渐渐靠在你怀里 你就是我的榴莲回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